哈囉我是浩子 今天呢就要來錄 就是好物好用真心化系列 跟你們說 就是我前陣子買了一台這個 這叫做遊戲桌 真的超多媽媽都有買這個遊戲桌 可是很多媽媽看到我 有把小孩子放在上面然後都會有擔心說 它是不是以前的那種螃蟹 螃蟹車車就是學步車 其實它不能移動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桌子 然後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 那呢其實它好不好用我覺得就是 我今天就是要來分享這件事情 真的好不好用呢我們來看看 你看它就是像這樣 它寄來的時候就是像這樣 一個大箱子 然後它就跟你說它的使用的年紀的範圍 是5個月到12個月 所以它可能就是比較適合1歲以下的寶寶使用 所以5個月到12個月的話其實 5、6、7、8、9、10、11、12 其實它真正能夠使用的壽命才 建議壽命是8個月 可是其實我一買回來我女兒就在上面做的蹦蹦跳跳 就是他硬要跟他弟弟搶著做這台遊戲桌 那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們講說它好不好玩 那我覺得我買的這個CD還不錯 跟你們分享 它總共有3個款式 然後我買的這個款式呢 就是這個顏色它是米色的 然後我給你們看它實際產品就是長這樣 那它的厲害的地方是它 它本身它的座椅就是這個地方 坐下去就是有一個彈性 所以寶寶它等於是坐在這個褲褲上面 然後這樣子跳跳跳跳 所以它是這個椅子設計師它 有彈性的椅子 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的地方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它是可以調整高度 所以它就有幾個階段的高度可以調 那現在BB已經長高 所以我已經調到地比較高的高度了 然後它上面的玩具有很多種 像這個很可愛 它就是按了會有聲音 然後還有音樂 對然後呢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可以給小寶寶玩 這個用訓練手指 訓練這手指 你起床了 我女兒突然起床 沒關係那我們繼續講完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我最近才剛晃上去 就是寶寶他喜歡這樣子拉拉拉 搖搖搖 這我兒子超愛 他每次都抓這個起來搖 所以我就在想 他這到底可不可以拆下來洗 我還要研究一下 然後這個是 搖一搖會有聲音 這個的話明顯就是固齒器 所以這比較方便的 就是可以拆下來洗 固齒器 這最可愛就是 我常常在這邊放那個 零嘴 然後我兒子坐在裡面 他就會自己轉過來這邊吃零嘴 它這個椅子是可以轉的 我覺得很酷 然後呢 他還有幾個玩具就是這個 這邊還有一個類似像這樣子的玩具 然後 我可以拆給你們看 然後呢 這很拆裝很方便 就是這裡 有一個類似像夾子的東西 就這樣壓下去 就這個地方壓下去就可以拔起來了 然後呢拔起來 這個玩具就可以換掉 就可以換它 可能附得其他玩具 那我現在這個玩具 我把它塞下去 然後 我現在呢 正準備要把這個固齒器拆下來洗一洗 剛好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他剛好可以拆下來 就這個夾子 這個地方壓下去 然後抽起來 OK 所以這個固齒器 我就可以拿去消毒洗乾淨 就很方便 好啦 那我現在就要來跟你們說 真心話 它到底好不好用 啊 那我現在就要來跟你們講 我覺得還有幾個缺點 就是可能 我自己可能使用上不是這麼方便 但每個人的 每個人的感想不見得會一樣 就是它的這個椅子啊 它很容易髒 就是小朋友如果在上面玩 或吃東西的話 其實很容易髒 雖然它這邊有一個零食碗 可是它真的在這邊吃東西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污垢在這上面 在這邊 你們看它已經髒掉了 它應該是可以拆下來洗 但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拆下來過 但我覺得它拆妝不是太方便 所以有一點點爛 那就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比較麻煩 好我幫你換尿布 我先幫你換尿布 來我們現在繼續講就是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不好操作的地方 就是這個 它可以調整高度 可是它好卡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太會使用 就是其實 它如果用順手是還好 就是它的調整高度是這樣 搬起來就可以這樣子 我已經好幾次為了調這個 然後夾到手 今天用起來又還算蠻順的 但是它實在很容易夾到手 就是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 就是捏著 晚上往上推 然後它就可以調 可是就是很恐怖 就是很怕夾到手這樣 所以我都叫我老公調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不是很順手的地方 但都是小事 然後呢 真的覺得它好不好用 我真心覺得它好用 因為呢 我們家有餓寶 有時候我就還要煮飯 然後是折衣服什麼的 然後弟弟可能爬累了 不想爬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可以 幫他找事做 這時候就可以把他放在這個椅子上 他就會很開心的在上面 跳啊跳啊跳啊跳 然後玩上面的這個玩具 然後搖一搖鼓齒氣啊 再轉轉邊啊 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是大人可以站著 然後看著我們 可是我又不是真的讓他學習站 因為他其實就是做在一個 類似像小酷酷的東西上面 感覺就是被這樣hold住這樣 然後他其實不能抖動 所以不會有人家說 就是坐螃蟹以學步車的問題 所以就是 可以讓媽媽這樣 暫時解放雙手 可是因為他玩的玩具就這幾樣 他可能常常坐在上面 他就會有點膩 所以 好處是還好他的玩具是可以一直更換 因為他有好幾種玩具可以換 OK 好啦 那我其實 大概有想到的都是這些東西 那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小零食碗 跟大家可以按這個東西 固齒氣的部分 我也覺得非常棒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要買 這個牌子的遊戲多的話 要買這個顏色就是新的款式 然後他的遊戲比較多 然後就是 我也覺得顏色比較好看 不過看個人 他還有另外一個是綠色 好像還有一個是白色 但是最新款的是這個 好像貴一點點 稍微貴一點點 但我還是選擇買這個 因為玩具比較多 然後好想看 我今天單純就是跟你們分享 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用呢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邊囉 掰掰 俊姬你要不要跟我來說掰掰 掰掰 掰掰 你看看他們自己妝 頭髮好亂喔 繼續 頭髮爛爛 那你要不要坐上去 你要不要坐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要 要嗎 好那你試試看 給你們看看快二三歲的寶寶 其實也坐得上去 所以他說 從五個月到十二個月 我就覺得 一定保守了 就是像他這麼大 硬要跟弟弟長得完也是沒問題啊 不要受傷就好 好啦 說掰掰囉 俊姬 沒有說掰掰 掰掰 對囉 剛剛忘記跟你們講 就是他還可以買兩個小椅子 然後呢 等他們不完過後呢 這個洞洞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用一個 他有附一個板子把它補滿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成一個遊戲桌 就是變成他們可能兩個椅子 小孩子就可以在這邊畫畫什麼 然後這邊 都有那個附一個東西 可以把它補滿 然後這裡補滿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桌子 桌子又可以調整高度 然後還有兩個椅子 所以就變成說 雖然他一碎過後 這個遊戲桌子比較不實用了 可是他還是可以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他們可以在這裡畫畫 然後或者是寫字的一個小桌子 就是 好啦另外補充給你們 那他的椅子的話 我再拍給你們看 我去把他的椅子找出來 媽媽我沒有餓嗎 我沒有餓 我沒有餓 你不要演他 你不要玩 蛤 你在丟啊 他很開心耶 你不要玩 你不要玩 你不要玩